iPhone 11竟不支持5G 不好意思我偏要给它点个赞 我不断翻阅着这过去两个小时对于苹果发布会的回忆 想要尽力去提取这次新iPhone 11系列的闪光之处 忽然发现并不支持5G网络的iPhone 11系列 这本身就是这次最大的亮点 在11日凌晨发布的新iPhone 11系列依旧仅支持4G网络 不过这也带来一些好处 首先在发热与耗电上不会存在于那些已经支持5G的手机的问题 没基带可用是苹果新iPhone 11系列不打算支持5G的最大原因 其次苹果一直对用户体验有着更高的要求 对于目前体验并不好的技术一般都不予采用 而目前纵观全球 5G体验的确存在不成熟的客观因素 所以苹果这次不贸然上5G 我们反而要给它点个赞 5G连判 4G连判 4G连判